我们事业毕业 我是白修生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正高纸 所以工资高 对对对 你得五千多吧 你看我差不多赢五千多 他也说 我七千 七千 太可怕了 小子大爷来相亲 本想好好挑一挑 没想到相亲对象竟然是医学专家 光听到大妈退休期那一刻 大爷就败下阵来 当场表示只要他别挑我就行 今天来相亲的许大爷 今年七十四岁 退休金每月四千四百三十元 有房 这就是你家 我家 多少瓶 七十八点六 这屋可挺宽室的 大哥我发现 你就自己生活是不是 自己生活 一年多了 我习惯了 这一辈我就觉得干净利数 这边是春秋 夏天的一路 这是冬天的 那一内裤 这苗面裤 苗面裤在这 没打包都新的 这个都新的 没打包 这都是新的 都新的 没打包 这怎么这么多新衣服呢 还得给埋了 咋不穿呢 我又穿不来啊 这都是你自己分的类啊 我自己分的类啊 大哥这是你的厨房 厨房 厨房这么干净 要说徐大爷 也算是优质小老头一枚 每月退休金还算过得去 家里被打理的一尘不染 井井有条 更重要的是没有不良嗜好 唯一的爱好就是唱歌 比起高了 起高上我去 星星 还是哪个星星 好了 就到这吧 再唱下去 怕是狼拳都来敲门了 除了唱歌 大爷平日里 雷打不动的项目 就是健身 毕竟只有有了好身体 才能享受生活嘛 大爷说之所以这么注重锻炼 还要从老伴说起 大爷的老伴生病13年 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 大爷一个人忙前忙后 伺候着虽然辛苦 但是毕竟身边有个伴 日子过得也算平静 直到老伴去世 弱大的房子 只剩下大爷一个人 从未有过的孤独 让大爷无所失从 第一啥呢 做菜做饭太困难了 做少不好吃 每天三点饭嘛 做多剩 剩一个饭菜都不好吃 只聊个问题对不对 第二特别孤独 寂寞 有些晚上 对于未来的老伴 大爷要求很明确 身体健康 有双饱 人品好 身体好点了 因为我照过学校13年 这苦中呢 是我本人知道 第二呢 最好有双饱的 我不是电子查钱啊 我身上跟我讲电子查钱啊 起码他自己 看病方便 他也省钱 对不对 第三呢 我最重的 最重视的 人品要好一点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直接找到了 同样因为老办去世 想再找个办 能大吗 能大吗 今年71岁 退休金每月7000元 有房 我在那个基层一个医院 我白医大 七四级毕业 七七年毕业 就原先叫吉林大学 也叫白医大学 也叫改位 那段我上学 就叫吉林大学 就是看病的医生 很普通 很普通的一个医生 是哪个科 我一开始搞吸血管 刚毕业的时候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在吸血管 大内科 完以后 也搞了一段电诊 后来最后 要退休的时候 搞了一段皮肤的新病 哎妈 您可别谦虚了 安大夫是某医院的首席专家 在皮肤病方面颇有研究 成功致于疑难皮肤病患者 三千多例 在国内外 皮肤和童业内有较高的声音 更是皮肤病权威 诊疗科研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 我看这全是你的 我的书 你学方面的书是吧 对 这是我的 我上网也没有年轻人那么的傻 完了我就看到 这是最早的第七版的那个 现在还研究吗 大家 有时候也看看 因为学习这东西无使劲 你退休多少年了 06年 06年 10多年了 对啊 将在15年 嗯 然后退休之后也一直研究 也一直学习 就学习 这个学习学习再学习嘛 就列宁说的话 确实总得学 我最愿意看那个 就北京卫士演养生堂 那个北京的全是北京名牌专家呀 我特别愿意看 所以你也是特别喜欢你这个工作 对 喜欢这个 搞医疗是为人民健康服务 这也还是挺伟大的 虽然安大夫在业界赫赫有名 却没有一个点架子 退休后 除了继续搞研究 平日里安大夫还是个热心场 无偿帮助亲朋好友看病问要那都是常事 借着给安大夫找老伴 红娘赶紧抓住机会 我要是谁有啥事我愿意帮忙 现在这网上有说微信我的朋友 同学啥小学中学同学 他们有病咋就打个图片 我就给诊断用药 另外打一个新建图 你说我总掉头发是咋的 睡眠不好 是不是睡眠不好 来我看看 你还会后麦吗 我们西医在学校也学过中医诊麦 你昨天晚上就没睡好觉 心率也慢是吧 血压也低 我那你就注意睡眠就行 你这么年轻 没事的 吃点卫星书必足 可不是吗 12点之前睡觉那都是中老年人的作息 那么有文化有休养的安大夫 对另一半具体有识要求呢 就是自己能谈得来 就像你们原来不玩 讲有演员 他们大伙都那么说 另外一个就是 真诚真意的对你好啊 能那个 很好的也就是过后半生 安大夫的要求很简单 不求荣华富贵 只求坦诚相待 了解安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赶紧安排了他徐大爷的见面 徐大爷对安大夫外在的形象不太满意 在红娘的劝说下还是答应再深入了解一下 相信安大夫会用他的个人魅力征服这个老头 两人一落座 安大夫的职业病就犯了 来 先让我给你看个病 你心脏咋样啊 这个先生 心脏还行啊 现在你身体一见闷进来出来 大家偶尔我是有点干扰 心里不行 有找拨吧 对的找拨 心里不行 看那口酸发紫 今天独有吗 我现场就能给你看 做了 拿来我看看 保不保密啊 不保啥密啊 每年我都检查一次 学子都正常 这是啥时候去检查的 九云木 没多长时间 这个你看他这个心电图 心脏跳得还挺规律的 你这行肝脏都挺好的 正常吧 咱不懂这玩意 这有专业的呀 咋样大姐 大哥的身体体检报告看完 挺正常 挺好 得知大妈是位大夫 大爷对大妈很是钦佩 而且对大妈的态度 更是有了180度的转变 毕竟找个大夫 不能省不少事呢 看来知识不仅能改变命运 还能改变姻缘呢 身体还挺好的 看完那体检报告 是不是放心了 有点放心了 我也怕身体不好 那大爷有好处了 大爷有好处 起码他本人自己的身体 能调理好 要给对方呢 起码在养生方面上 身体护理方面 他再懂得一点 能有帮助 通过了解 大爷对安大夫的好感度 直线上升 本以为虽然职业不同 但是退休金这块 自己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结果安大夫一开口 大爷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退休金多钱呢 四千四百三 你这是不是公务员待遇 我们事业别 我是白州的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正高纸 所以工资高 对对对 你那五千多吧 你看我差不多赢五千多 他也说啊 我七千 七千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大爷我说没有自信没对不对 没有啥压力 我高分多 等我工资高 你还有啥压力 就咱俩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你属于啥 你属于 高的人 我多说还多说 算个中的人 虽然大爷得知 安大夫的退休金后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但是安大夫早有心理准备 而且对金钱和职业 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社会上我们只是分工不同 如今步入老年 更没有阶层高低 不是 我跟你说先生 你爸不应该这么考虑这问题 咱们现在过了六十七十 六十五以后 都是老头老太太了 不过就是从事的工作不一样 那你在企业厂 这也是全国大型企业啊 听他这么说完 你心里感觉大意 对 有点坦然 那你觉得大爷哥的这个条件啥 得符合你的标准呢 还可以吧 可以 大妈不愧是知识分子 瞧瞧人家这境界 素质 修养和气质 了解完安大夫的态度后 刚才那个自信的小小头又回来了 并且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用于产生火花 因为要脾气 性格啥 不合路啥的 那一是磨练 也在包容 对不对 就是老老实实过好每一天吧 对对对 咱们余生也是有限的了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对 就是说你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他也是注重俩人感情 对不对 生活怕产生摩擦 对不对 怕生气 怕吵架 其实如果他没有意见的话 先促误 互相留个联络方式 综合下来 总体感觉这个人还行 还行 还可以吧 那就这么的 你俩一会儿留个联系方式 是不是 行 然后你俩好好聊一聊 了解了解 这一对一个有素质有修养 一个温暖善良直冷直热 确实挺合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明天见